嗨大家好我是凱欣 我是路易斯 好久不見 好吧回來了 我們已經不見一個月吧 但是我們有很好的藉口啦 是我們生了一個小孩 我最近在IG幾乎每天都有更新 所以 如果你們想要看我們日常生活的一些 照片啊 限時動態 可以去follow我的IG Anyways 我們三次是拍當天生產的過程 幾乎都是你拍的 對嗎 不然 我是覺得蠻厲害的耶 你有拍到他真的出來的那一刻耶 我是負責任的爸爸 yeah 很好很好 但是那一天因為我們很忙 所以我們沒有時間分享感想 所以想說今天可以跟你們說一下我們的感想 最後我們也會跟你們說 total cost 很多人很好奇 到底生一個小孩要花多少錢 yeah 我本來要一個人拍這支影片 我想說有爸爸的角度是不錯的 那我先說我是怎麼生的 我就是 是催生 但是自然餐 然後因為催生 所以花了很多時間 從我到醫院 到我真的生他是24個小時 我本來很不想要催生 那那時候是怎麼說 就是如果沒有來不及做檢測 然後你又剛好要生 可能要進手術室 對 你不能進去參訪 對 催生雖然不是我想要的 但是最後還是是很順利的 我覺得算順利的 我有一個問題想要問你 就是 生產的過程中 有沒有什麼讓你覺得很驚訝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 不是有一個很長的過程是開指嗎 所以說你開了兩指三指 要一直要開到十指 快要開到十指的時候 醫生就進來一看嘛 然後就說 已經可以看到小孩子的頭了 說爸爸要不要來看一下 我就真的繞到下面看一下 然後就他的頭髮 我記得你那個時候有在看 就是他是什麼顏色 我看了一眼我就回到你旁邊 我也不敢看 我沒辦法想像會是怎麼樣 然後另外就是 就自己幫自己的小孩剪期待 是非常感動的一件事 我那時候在拍生產的過程 然後醫生忽然塞了一把剪刀到我手裡 說我爸爸可以剪 我就沒有意識就剪兩刀 你還一邊拿GoPro一邊剪 有還看到 剛才講到說 我有先做研究嗎 對 但是其實我還是很緊張 尤其是因為是催神 所以你知道 隔天你就是要去生 前一個晚上我們幾乎沒有睡覺 然後終於睡了 我就做了一個噩夢 Cursey睡著 忽然你就很快速的說了三次 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 而且是中文 我在跟護士說對不起 就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我在醫院 然後我在神 然後那些護士都很熊 就很Evil 我為了讓他們不要對我那麼兇 那麼不好 我就一直跟他說對不起對不起 其實護士都對我非常好 根本不用擔心這個 另外 我覺得讓我很驚訝的事情是 我的身材至少 就是其實是很平靜的 不會像電影裡面就是 一直在尖叫啊 然後就 啊我快死了 什麼這種 沒有沒有沒有 你想體驗嗎 我都沒有 第二胎就不要打無痛 你看會不會發生 對啦 這可能有 是一個很大的關係 老公也很重要 他要在旁邊支持老婆 對 我生產之前 我有逼你跟我一起坐下來 然後我跟你說大概的過程 然後我跟你說我想要什麼 就我的堅持是什麼 因為我怕當天我太痛 或是太累什麼的 我沒有辦法自己講 所以你必須幫我 顧好這些事情 例如除非你暈倒 不然不要進婆婆館 之類的 對 或是我很重視飲食 所以我很想要擔任法務 對 這些都是老公要幫老婆處理好的 對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 我們這一次花了多少錢 我有兩個張單 一個是我的 一個是Mia的 因為健保的部分 大家應該都一樣 就健保姐夫就付掉了 我們不用自己出錢 所以我們現在就以自費的項目 來看我們花了多少錢 第一個是 OPD doctor's fee 一千元 Anaesthesia 8106 Medicine 3880 Consultation 300元 Miscellaneous 22100 What is that? 我也不知道 Room fee difference 12000 對 那個是我們選了LDR的房間 我是覺得還OK啦 很值得 我很喜歡那個LDR的房間 就不會遇到別人嘛 對 你就是從進醫院到你生產都在同一個房間 對 然後後面我們就轉成單人房 除了剛才講的Miscellaneous 跟Room fee difference 這兩個量比都很大嘛 另外最大的我看到的是Delivery 接生嗎 對 這個是本來要兩萬一千四百二 但是他是健保 Cover的 所以這不錯 剩下自費的有Supplies 599 還有Operation Supplies 147 對 還好 因為我記得有一筆是我們指定接生的醫生要6000塊 哦 對 對 那是算在哪 就是那個 Miscellaneous Mysterious Mysterious cost 神秘的 但是我覺得指定醫生也是很值得 對 很值得花的錢 所以就凱西要成為媽媽的這一部分 我們總共花的是48,132元 小孩的部分 就沒那麼多 掛號費200 藥品24 儲置費950 材料費2029 跟注射技術費140 總共花了3343 從我們進去生小孩到出院 總共花的錢是大概五萬一千多 聽起來還是可以接受的範圍 就負擔得起 我也有順利住到我想要的病房啊 然後有指定的醫生 然後還有大五痛 所以其實這些都是不一定需要的東西 對 所以我覺得一些部分是自己想花的錢 覺得值得就花 我們公布的費用是我們去一個一般規模的醫院 對 出來的帳單 但是如果你是去私人的診所 或是甚至不同的醫院 都有可能有不同的算法或是價格 我們只是分享我們的經驗而已 這樣大家生小孩貴嗎 大家好像以為會很貴吧 我想像中會比較貴啊 我看了一些別人分享他們花多少錢 然後大部分是零 因為 已經算在平常繳的稅裡面了 對差不多是這樣 我想說如果生產是零 那減保費應該是蠻貴的吧 對啊 對 才能cover這個嘛 結果我問我弟 他就說 每個月付的健保費就是零 所以應該是因為加拿大的稅比較重吧 我有找到一個例子 是比較實際 真的可以看到他收到的那些服務 對 是一個文章裡面 有一個加拿大女生分享說 在加拿大他生產服了12塊而已 加幣嗎 對 你可能會以為他是 都是最基本的東西嗎 沒有 他是 Private Room Midwife 12 hours of Oxytocin 就是他也是催神的 然後 Epidural 然後最後 他是Emergency Cesarean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能會覺得很意外 就加拿大真的這麼便宜 對嗎 最後的感想是 I was really surprised that giving birth was one of the best experiences I've had in my life 因為我本來很怕 很緊張 我以為生產只是很痛 但是真的是很神奇的經驗 痛哭那麼久 然後你撐 我撐了24個小時 然後終於 真的用自己的力氣 生了一個小孩 看到他出來 就 真的是很有成就感 我覺得 我記得 你那一天有跟我說 你看到我生產之後 你也有 對我不同的看法 可是這很厚你 不會啊 我覺得 這是只有夫妻間可以講的話 不是 其他準備要當爸爸的男生也可以知道 但是這太Crony 不會啊 我剛才也很虧你 如果你想要我分享 我就跟大家說 我自己那一天的心情變化是 一直以來我都覺得男人 不管是從身體或是心理 比較理性 比較勇敢 我說也是被教育出來的 但是那一天看完Cursey生產 我覺得 他比我強太多了 就雖然平常在外面都是我在保護他 但是那一天我發現自己什麼都做不到 就他一個人在那邊用力 然後我只能在旁邊加油 在那之前我常常會 就是沒有辦法體諒他 就他有一些想法 他的堅持 到那天我才發現他說的堅持都是對的 因為這才讓他成為這樣一個勇敢的媽媽 所以他說母親是偉大的嘛 是真的 我現在也知道我媽多強 就以前都知道 好像大家都說自己生產才能體會自己的媽媽 真的 真的 然後也才知道媽媽多愛他們的小孩 我記得我生完之後 我跟我媽聊天 然後他就說 你現在應該知道我多愛你吧 他真的這樣講 然後我就 對阿 真的 是不是真的 太空了 我就說很空了 就逼我講這個 好 我覺得很可愛 OK 好 anyways 希望我們這次的分享對於大家 有一點幫助 一點點就好 對 或是幫助你們有一些不一樣的想法 對 都可以 可能如果你要生小孩 或是如果你沒有 就記得去抱一下你媽媽 謝謝你們收看這次的影片 記得按讚留言還有訂閱 小子見 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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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